原來大家都是才子 如果是這樣的 為甚麼是動毛 不是動腦呢 如美前大律師男友林作 早前因為一句抄我一百萬 激怒了百億富三代鍾培生 搞到鍾培生要下戰輸 要求跟林作在擂台上抄 今晚事件再有新發展 林作在社交平台上發貼文和貼片 建議兩個人辯論分高下 他就在片中說 我現在propose 我找港台事件31 我跟他pitch 我們兩個上去做一場辯論 帶給香港人的價值 又怎止三十萬一百萬呢 找到陶傑和麥靈靈來做談判嘉賓 不是 評判嘉賓 有電話